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政府、機構或者某人某物對某些事情處理不好 大家大鬧一頓發誓一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探討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時不時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書籍 或者好的網上的資料 希望我們能夠重足拿到一些啟示 學到一些道理 可以應用在香港的 幫助我們能夠解決香港的問題 或者建議我們作為香港每一個人 如果我們是當事人 我們能夠做到些什麼呢 在節目內 我們當然很希望網上聽眾 能夠打電話和我們一起聊一下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385-4492 2385-4492 或者你可以用ICQ留言 我們ICQ的號碼是308-084-705 308-084-705 好了 今晚跟我一起做這個節目 有九明言先生和馬國輝 你好 我們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題目 其實這個題目我們過去都是企圖說一下 但很多時候都是自己說 沒有什麼對象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今天那個題目就是 如何解決香港醫療的困境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一位特別的嘉賓 他是盧永樂醫生 我相信盧永樂醫生 香港人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他曾經是我們香港立法局的議員 亦都是香港醫學會的會長 大家都知道其實那個醫療問題 我們一向都討論了很久 但始終就講來講去 都好像講到十幾二十年都講不出結果的 我們覺得我們在香港出路 和我們香港近好大行動 一直都感覺到 其實為什麼我們解決不了問題呢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原因 我們很可能根本都沒有動縮到 真正的問題在哪裏 我們很多時候在邊緣裏面 大家兜圈主來講 結果講來講去 講到最後大家都不料了知 我們這個香港出路 和我們香港近好大行動的協會 都希望我們盡量避免得個講字 最重要就是大家一步一步 能夠探討問題的根源 我們就希望我們有一個方向 即是用我們香港近好大行動 一向我們成立的四部曲 即是如果我們講的問題 我們首先看一下 到底我們講的什麼問題 即是問題的定義應該是怎樣 如果問題的定義清晰的話 我們去討論的時候 就有機會討論到結果的 如果問題是這樣的問題 我們會看一下問題為什麼出現 那個成因背後成因在哪裏 當然很多時候 如果你想得到問題的氣因 那個解決方案 其實就很多時候順理成章 會想到出來的 但最後我們第四部曲 就說 作為香港人 作為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 我們其實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都大家知道 其實很可能答案都在這裏 但因為很多的既得利益的影響 我們令到解決那個方案 是實行不到的 所以要徹底解決 沒有解決問題 其實我們都要考慮到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可以做些什麼 非常之多謝 很榮幸請到盧永樂醫生 來參加我們這次的講座 盧永樂醫生 我對你有點另眼相看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聽眾都知道我們都有 經常去批判現代醫療的問題 你都樂意上來 我就真的很欣賞 那又要說回 你現在是社會民主連線的副主席 為何你會 會裝了一個政黨 而這個政黨以我所知 是類似走法國式那種左派的社會主義民主的路線 為何你會有這個改變呢 過往你是屬於一些建制的人士 為何會突然走去一種 社會主義民主的路線 不如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 我喜歡叫金仔 他在空間中的路面 接觸過多次 很高興 不能有機會來得到 這個節目我都聽過 袁大明 我亦都在不同的媒介 都有不同的辯論 很多時候都是間接辯論 又沒有直接爭辯 金仔剛才說 都覺得對 醫生都是屬於一個建制 整個業界很保守 亦都有很多利益 很多權威要保障 當然是建制 但是 作為一個醫生 其實我跟大部分醫生似乎有點不同 絕對是 絕對是 所以我為何在眼上 經過過一段時間 我愈來愈了解自己的看法 第一就是 我的專科 我的專科是傳染病 傳染病 跟其他很尖端的專科有不同 很尖端的專科是看眼前的病人 甚至不是看眼前的病人 你看眼前的病人 心臟那一刻 你看眼前的病人 腦袋那一刻 但傳染病 雖然你要很照顧眼前的病人 但問題是傳染病 顧名思義就會傳播 它會影響整個屋人 影響整個村人 影響整個社區的人 影響整個社會的人 影響整個世界的人 譬如說 很多傳染病的大疫症 都是這樣 這個專科就會令我看 你醫了眼前的病人 是沒有用的 第一就是 不要讓傳染病發生 或者傳染病發生了 你不讓它傳播出去 這是一個很社會性 很群眾性的問題 就算你醫生厲害 有最新的素描 有些最新的藥物 但問題是說 如果沒有群眾參與 你就搞不成功 但有時候 倒一會兒來說 你有群眾參與 而沒有尖端的科技 你可以搞得成功 所以就說 我這個專科 第一就是很接近群眾 第二就是很深明 群眾的力量 我去過倫敦進修 倫敦是一個風利很自由的地方 我在倫敦衛生學院 那裏讀熱帶病衛生學 其中一件事就是讀醫療體制 沒有錢怎麼搞醫療呢 沒有錢什麼都沒有業什麼 那怎麼搞呢 你很多事情就發覺 第一就說 要就地取材 要預防疾病 沒有被人病 要群眾參與 這些事情就跟很多千進發達國家的醫療理念不同 千進發達國家的醫療理念呢 就是醫療專業化 就是把醫療控制在一小群精英那裏 但問題就是在這些沒有錢的國家呢 醫療健康就在群眾手裏面 那一個例子 很多人都會對毛澤東有的功過 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毛澤東其中一件事很成功的呢 就是創造了赤腳醫生這件事 令他系統化 一個體制化 令到本來沒有醫療的農村地區 能夠獲得醫療 毛澤東之後到現在呢 是大倒退的 農村有些地方根本沒有醫療 所以就說 你想想 在沒有就地取材 用草藥 用土法 都有能夠照顧到中國 十億八億 毛澤東那時候十億左右的群眾 這個其實就說 不是一定要尖端科技才發揮到醫療威力 另外一件事 中國大陸 在那個長江流域 血吸蟲為患 那怎樣血吸蟲為患呢 那些水裡面就有了 那些農夫降落水呢 就感染了 感染到乾皮發大 痴痴嚇死了 那怎樣處理呢 那要處理那個中介 那個中介就是那些丁裸 那丁裸的時候 你要殺 成千上萬上億的丁裸 就是殺不了的 那毛澤東那時候做什麼呢 就動員農民 就等那些水退的時候 他就回來 那些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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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泥底的丁裸 就浮了上面 被一些陽光之外的光澤曬死 說群眾的力量 原來可以控制到這麼大的疫症 還不用破壞土地 是啊 所以就說 我在我的學習過程 是深受這些影響 但是回到香港 在這個城市 這個體制 學無所用 所以你看到我的履歷 看到這個傻瓜 那裡水浸他就去 那裡地震他就去 那裡海嘯就去 有機會 有錢我學的東西 所以我很開心 阿龍醫生 你這番話 在我 這十幾年 即是電視 或者自己做傳媒 自己做傳媒的事情 接觸 我是第一次聽到的 即是 我可能 我明白傳媒的問題 他不會報你這些 也不會講你這些 但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說這些 也是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那始終 香港是一個 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遠代化的城市 是吧 那你所學的那套 可以這樣說 你自己的經驗 都告訴你 是深刻是施止不到的 除了最近 SARS 是吧 那個 那個 飛點 那個 禽流感 那樣 但是 好了 那香港 這樣的遠代化的大城市 是面對這類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醫療問題 其實 都不是因為我們傳染病過多 始終在文明地方的人 的傳染病 在大致上都控制到 相當之好 不像像印度 Malaria很嚴重 在非洲國家 這些 寄生蟲的問題 仍然都很嚴重 也很多人死在這方面的疾病 但是我們過去一百年來 所以工業革命之後 我們那個病 就是我們那個文明地方的人的病 你的性質改了 是早期可能百分之七十八十 是傳染病多的 但今時今日 可以說 百分之八十是萬性病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得到 傳染病科的專科 在香港 真的有時候 是無所發展的 但好了 我們今天 所希望所講 好了 香港問題 是不是因為傳染病問題 很明顯不是 香港的醫療問題 是什麼問題呢 我很喜歡你的節目的名字 叫做香港出路 最近我去澳門 講了一個講座 那些人聽起來很震驚 我就講古巴的醫療 從來沒有人講 從來沒有人講 你比我早些 我都講 每個人聽到 一摸一摸一摸船 有人摸一摸船 他說 現在醫療體制很需要改革 要做醫療用資 那些人講很多的事情 但問題是 我一講 你講這些什麼呢 古巴的醫療體制的特質 我一會兒再講 香港出路 和我近期講了好幾個講座的主題 是很吻合 我就講 Thinking Beyond the Box 因為我們每個人 其實就說 有時候在一個箱裏 你在箱裏面 看箱裏面的問題 可以說 永遠都沒有出路 永遠都沒有解決 在箱裏面 四、六摸牆 頂著你 你走不出來 但如果你有機會 跳出箱裏面 看回頭 看箱裏面 究竟有什麼 可能解答在箱裏面 很清楚可以做得到 所以說 如果我們能夠 跳出我們的箱裏面 其實是有解答 香港醫療沒有解答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醫生想解決 但是醫生 經常拿醫生的箱 是跨著自己 如果你能夠跳出這個箱裏面 其實問題 是不難解決的 一套又一套的醫療改革 我講 楊永強拿著的白色 叫做楊永強思想 之後 周恩岳拿著的 叫做周恩岳思想 下一任就不知道 什麼什麼思想 但問題就是 你看那部箱裏面 其實全部寫完 是醫生和聖誕老人說的 十大心願 要達成那些東西 喂大哥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醫生 還有一類沒有他醫生 沒有得到的人 就叫做病人 那你有沒有那些 周恩岳思想和楊永強思想 有沒有好好的想想 從病人的角度 從市民的角度 出發去想 他們說有 寫得好看 寫得好聽 但問題是你逐條數 和他計算 我亦有一套很震驚的 POWERPOINT做了出來 去到社區的人 就拍了手 但醫生那裡 說了兩話 都被人柴台 這些事情 所以你其實就說 用醫生的思想 背著醫生的利益 去解決整個醫療體制的問題 是解決不了的 你在一個BOX裡面轉 所以我現在跳出來的時候 我輕鬆自在 愉快快樂 所以盧醫生 你不做醫學會會長 就可以說了 我來一點 你不要介意我這些 做醫學會會長 當然要服務自己的選民 他選你出來 也很明顯 每個專業都要維護自己的專業利益 這是無可厚非 你做到那個代表的 你當然要做 但問題又是正正好 比我這個經驗 更加深入體察 醫學界裡面的情況 立法會醫學界 是代表更加體察 周一駱、楊永強 所謂的衛生官員 是怎樣思考的方法 我覺得他們 講來講去講 十年、二十年 都是沒有出路的 另一個 比較好的醫療改革文件 就是蕭慶倫那部 哈佛報告 那個主題就是 醫療改革為何要改 為誰而改 這個答案呢 當然就是 很多問題 所以要改 為誰而改 未必是適合醫生的口味 醫生如果你看到 醫療是有問題的 當然是要為醫生而改 但蕭慶倫呢 不是醫生來的 蕭慶倫是一個社會學家 社會甚至社會經濟學家 他用那個角度看 就是怎樣去令到 醫生在體制內 發揮他應有的角色 所以他那一步 就是不受歡迎 放了上去 所以你說 香港的醫療 為何沒有出路 為何解決不了 其實醫療的主導思想 是被醫生 背負利益 是壟斷了 主導了 主導了 所以就是解決不了 所以醫生 講完自己的心願 社會不接受就動不了 所以是膠著狀態 長期停滯不遲 如果大家有機會 上我們的網 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我們的首頁 我就完全講出這個問題 我們很強調 我曾經所提答 為何我們問題解決不了 第一 我們根本都不了解 什麼問題 所以整天都圈圈主講 第二 我們所謂專業化的社會 很多時候 是很信賴所謂專家 在我們教育裏面 是令到 我們的學識 那個知識 是我們叫做 一塊塊的 我們叫做 truncated 於是我們的教育 令到我們以為 這些問題 是專家的問題 所以我要靠專家去看 專家去了解 但是我們 很多人暫時都看不到 或者忘記了 蕭伯娜曾經說過一句 所有專業都是陰謀對付群眾 他的英文的說法 就是 all professions conspire against the people 如果你看到 你要了解到 蕭伯娜這句名言 你要了解到 其實我們很信賴這些專家 但專家設立出來的制度 他起碼 他雖然表面要幫助大眾 以他專業的背景 來維護大眾的利益 但最終最終 他一定是把自己的利益 丟下去 好了 如果萬一 我們想想 如果我們這個解決方案 是令到自己專家的利益 是沒有了的時候 這個專家 會不會推揚這個解決方案 最簡單來說 我們醫生和病人 如果醫生沒有病人 醫生會怎樣 他就沒有事要做 這是很基本的 很基本的 為什麼我經常這樣說 教育的問題 是所謂教育家做出來的 醫療的問題 就是根本是醫療人士做出來的 傳媒的問題 是我們這些傳媒人做出來的 是的 我始終我覺得 如果我們香港人 能夠看出這麼簡單的道理 我由這個框框 就跳出來 你一跳出來 你再看裡面 你看事物的心態 那個態度會不同 你就有機會 看到問題 到底是問題 真正的問題 在哪裡 從而你了解 這個問題 真正的問題 的實質 我們就可以想到 這個問題的起因 問題的解決方案 還有 我們可以做些 最後一開始做些什麼 所以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其實我一早就看出了 如果要解決香港問題 一定我們這個框框 一定要撇除 我們就有機會是看穿問題 即是剛才盧醫生說的那個boss 這樣解 即是那個框框 還有呢 剛才盧醫生你不是說 即是你們社民連線 即是剛才講開又講了醫療 不如你再去講一下 即是你們那個社民連線 你又為什麼會裝進去 即是原因在哪裡呢 即是你本身又在建制裏面 那個 即是你的心願又又是怎樣呢 社民連線成立呢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即是我始終找到我想加入的政黨 香港的政黨呢 即是很難聽說句 就說他的政治理念 是全不清晰 很多都是一個選舉機器 行為了選舉而推人出來 甚至最近這個星期有賣公民黨 他是要請公關公司做政策定位 啊 黨怎麼會請 但你那個黨成立的時候 應該有黨的理念 是吧 那你怎麼會走回頭 成立了一個黨 然後試一下民意 試一下水溫 然後才制定你的政策 日你要什麼給什麼 日你要什麼給什麼 很多政黨都是這樣 但問題是說 即是社會民主連線是很清晰的 我們是用一套社會民主理念 或者是更加去左一點的 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 那這一套理念呢 就是很清晰的 已經在歐洲走很久了 阿甘剛才說是法國 認識的 那這些呢 也都是我信奉 也都是我在醫學的實踐上面 我看到群眾的重要性 那剛才阿袁大明說 你說的理念呢 你其實都很適合 就是我們社會民主連線的思想 那人呢 我們覺得呢 是要將自己的命運操縱在自己的手上 沒錯 不要輕輕地托付給專家 醫生啊律師啊 什麼東西 我們一個理念就是自力救濟 自力救濟 社會群體每一個單元 每一個人呢 他都要在他自己的崗位上呢 有一分熱 發一分光 是掌握自己的命運 是去救自己 救自己不特意 貢獻社會 貢獻社會 不是只是這樣 四年頭一次票 選一個精英出來 代表了你就算 是要自己有一個角色 自己有一個粉的 這個就是我們社民連線的理念 那所以我就說 我們這個黨 將來會發生成一個黨 不是只是代表市民的利益 亦都是代表大家的理想 是 如果你有一點理想 有一點執著的呢 上網 拿張表 入社民連線 是 要自己做一下 就是阿金 就是我們過去 如果有機會 大家有機會 聽我以前講的 其實我們講的一套 跟現在 阿龍會良講得這麼相似 就是我們過去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過去 我們整個一般人的運作方法 都是 在我們有個選舉制度 我們有個選舉民主 那我經常都很強調 選舉民主是沒有不夠的 我們是需要參與的民主 我記得我七年代 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在一個 在新英倫 Vermont那些地方 那其實 在這樣的小鎮 他們經常都有這些 叫做參與式的民主 我們叫做 Town Meeting 有什麼事 那大家 所有的人 就去那個市鎮 那個大會堂 開會 其實好像美國也是 美國很多人 選了之後 從來再不問政府做什麼 九成 九成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這樣說 為什麼我們過去人類 這麼多年來 我們有很多 所謂精英的偉大的領袖 出現過 也都做過相當多的事情 但結果 看回今時今日的人類的處境 是仍然一塌糊塗 那我經常問 到底問題出現過哪裏呢 那我們過去 我們都經常提及 其實那個關鍵 就是我們過去 經常說 團結就是力量 好了 那我覺得 其實這個是問題來的 因為 大家一講團結就是力量 的時候 一參與什麼事 你就 看左 看右 看其他人有沒有去 所以 我們經常很強調 我們的心的口號 就是一切從自己開始 或者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我都給了很多的譬如 如果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或者七月一號要大遊行 那要一百萬人去遊行的話 其實關鍵在哪裏呢 關鍵就是我們每個人 你自己 你問你自己 我不是每個人 你問你自己 在七月一號兩點鐘 你願不願意 由維園 走到政府 政府 大樓那裏 那裏 大概一個多小時 平時你這樣沒得行的 那有機會讓你走一走 其實關鍵就是 這麼簡單 你願不願意 七月一號兩點鐘 走這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如果我們問自己 有什麼理由我們走不到呢 為什麼我們不去做呢 我們去做呢 其實五十萬 一百萬 二百萬 就是這樣來的 我覺得 我們很多時候 在外面參與這方面的活動 都經常發現一個現象 很多人覺得自己 一個人是很無奈的 有什麼做得 大家很多時候 我叫做 Pathetic 大家都沒有什麼做得 又不想做 又想著是很困難的 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其實我經常都很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香港緊口大行動 經常想強調 其實呢 世界上的事物 真理是一個很簡單 很清晰的 而上帝的公平安排 一定是叫我們每人 自己做自己的那件事 就不是說 叫依賴別人一些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人 是救主 救主幫你做事 那如果我一了解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教育 當然我也經常了解到 我們的教育 是不令到我們有獨立的思考 這也是我們香港人 現在面對的問題 那真的很有趣 你今天所說的事 我們各位原來 從不說 因為不會再說 因為通常一些事 一去到某個層次 其實是大家指向那個位 那譬如好像 我們這些社會 好像是很自由 其實是很多極權在統治 教育的極權 醫療的極權 你真是的 真是很拿命的 法律 去傳媒 法律的極權 你給了你那個是律師 告你那個也是律師 那個法官也是律師 那個法官也是律師 他們三個人說的話 你是不懂得聽的 你無從參與 命運就被這三個人決定了 有一次我在互動電視 我說 我是怎樣形容法庭 我說 除了那個被告 或者他的家屬之外 每個人都是 裏面是有人工出的 即是 即是我覺得這個 是不公平的 大哥我給你告 又沒有公開 又沒有得開工 即是沒有收入 你應該要出一份糧給我 我是沒有罪的 都沒有定罪 你應該先出一份糧給我 即是證人也有幾百元 應該你 我一上去你就要給我 即是我說 整個法庭根本就是 即是個個都是靠那個遊戲 你應該來到 即是 我利益了 即是靠他生活 只是給你告那個就沒有 連那個庭警都有 多開心 他們坐在那裡 難怪經常拖牆你 即是幾宜的 不是呀 不是呀 有時候去採訪又去看 嘩大哥 他 喂 這樣就延期 那個 那個就多得你不少 幾萬元 那個被告就真是拿你 即是就慘了 你們是靠那人找飯吃 沒所謂 那個庭警好就好 最好 那個那個翻譯又好 又好 又 又 又 有 有個漫畫 那個漫畫 就有個 有個 有個 在中間 牛頭 就有個人在拔牠 這麼討厭 在牛尾 有個人拘捕他 那個牛尾 中間就坐到律師 就在那裡拿牛奶 大家有 有沒有機會聽過 援醫生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好的 回來再性暖 好的 當然ii 我們可以有時候去大自然中 我們除了鞋 在那些草草的 逛藥還有 就能做到 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听众好 我们回来香港出路的第二部分 我们可以谈一下 内地孕妇 这个很热门的话题 医管局出了一个新的指引 就是说 加钱 由这个2万元 加到这个3万8 3万9 就尝试去揭指 内地孕妇来香港这个问题 其实两位觉得 有没有用呢 加钱 我们觉得没什么用 因为如果你是在内地 生第二个宝妇呢 它是 就是付的代价是很大的 不分之十几万 所以就说你来香港付出 4万元 5万元 而是从事有居港权的话 对它香港仍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尤其是现在就说 就是能够是 就是来香港 预先产前检查的那些 还更加有优惠 还更加有优惠 就是将它差不多是一个 就是 就是 很正式 一个安排 就是 协助他们来生 所以就说 就是这些这样的措施 我觉得是 没有效的 是不能够减低到 就是内地 产妇来香港生 可不可以这样说 其实是反过来 去鼓励他们来呢 因为现在很多钱 大陆的人 将这个途径就很清晰化 也都告诉你 香港有什么产钱服务 你何时就要开始来检查了 检查包括什么 内地做的产钱检查呢 我们也不算的 就是总之就说 就是很妥当地 制造多些生意 就是将它合理化了 你快点来吧 是 但是前市医活人员 其实是不是真的 应付不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都听着听着 看着看着很多各方面的意见 我觉得其实背后的问题 都可以说很复杂 但也都可以很简单去看 其实它牵涉的东西 除了医学的 就是医疗的处理的问题 基本的人权 还有讲到基本法 其实可以是很多层面 可以去看的 但我想呢 或者我们讲回前几次 我们还没提出一本书 那本《魔鬼的经济》 那本书其实作者 有几个原则性的道理 是很好用的 我经常说 这本书看起来 好像很有趣 很搞笑 但其实背后的道理 是很实用的 他说 他说我们的一般人 我们希望的社会 往往是我们的道德观 希望我们的社会变成这样 是怎样的 但真正的社会变成怎样的 是我们经济的因素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理念 令到这个社会变成怎样的情况 是往往是经济的因素 是 还有经济呢 背后是什么推动经济呢 是我们所谓的 incentive 就是有什么理由的原因 有时你可以去看 就是在某个程度上 你有一个道德的观点 人权来说 包括已经原来立法局里面 那个高等法已经判决了 那么他们是绝对是有这样的权利 是你到香港生生小孩之后 成为香港人的 那么这个在某个程度上 就是很适合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是吧 你入得去这样生 他通常都是给你做他的公民的 就是他有很多的 成为一个公民权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路的 就是全世界都在走的 但是呢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是吧 因为香港和大陆 然后这么近 还有两个制度 两个的所谓那个 生活的水平呢 是过去一直相差得这么厉害的时候呢 还有制度方面 他们有一个家庭之人 一个小朋友 那么香港是没有这个限制 那就是呢 就变成了 对这个制度 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就是 以前有些人说 因为他们贪香港的 就是可以不用付钱 又可以做到这件事 那因为经济啦 是不是 那就是一个隐忧啦 那一个道理的原因 一个incentive啦 那也都有一种看法呢 就是因为大陆是不能生多一个的 那如果我们想生多一个呢 唯有避免这个法律的处分呢 那就要走这条路啦 那这个也是一个incentive 就是导致这件事会出现的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现在的人看过这个问题呢 就是始终 也都是我们经常这么说 讲不到问题的重心在哪里 那问题的重心 是不是他们没有钱呢 那你知道呢 现在香港很多的那些楼 没有贵的楼是什么人买的 就是拿现金来买的 那些地产的朋友 他们拿现金 大陆人拿现金来买的 那你说他们没有钱来到 拿这个便宜 就是我告诉你 就是绝对不会这件事 很快就完全不会这件事 不会这个原因 那所以呢 你说你现在加他 然后到四万元五万元 那三四万元 是香港的施加烟的公价啦 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 那你说再给他 就是惩罚性的 你给他 然后十万二十万呢 其实大陆绝对是有人可以 可以来得到的 好了 那那个现实就是这样的 虽然在理论上 你看到 但是现实上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 这样的安排之下呢 大陆是随时可以来 一万二万三万十万 那这个是现实来的 虽然我们有这个 这样的道德的法律定了在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那个社会的经济 是承受不了的 好了 那我们香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处理呢 那我们在私下 我们跟很多人都谈啦 就是其实 最终的最终的原因呢 都是那个 那个居留权 一个很大的因素啦 是不是 那么 最清晰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那个 基本法的改变啦 是不是 但是一般人呢 我们过去 就是很多的情况呢 都认为呢 基本法是不可以 濫改的 是不是 就是好像一个 宪法那样的 但是我们看到呢 过去我们的 香港的基本法呢 其实呢 都可以这么说 虽然有很多人参与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们有参与 去去去去去去去想一下 那其实我 我发现呢 很多情况呢 一路一路那样 在那个形成 基本法的 最终的那个 那个结果之后呢 都是有很多的改了的 那就是说呢 既然我们当时 都是一路那样改一路那样改 改到某一个阶段 某一个时段呢 我就出了一个基本法 那这个基本法 不是说没有漏洞 没有错漏的 那就是 其实一个简单的解决这个方法呢 其实我觉得呢 最终最终是在那个法律上改的 是啊 就是现在他想很多办法呢 都是没有用的 你说叫一些 就是 入境的官员 入境署 拒绝他入境 拒绝他入境 你其实就是说 你给他们压力的 他不敢在罪上面 他不是行不行 他根本看不到的嘛 你一天可以20万个人过境 那么大人流 香港人都懂得去加拿大 去美国生嬷 穿着大衣子 遮住 那没办法了 那你玩着一抽二冷 那你怎样看得到呢 所以就说 无端端把那个压力和责任 给了那些前线的 入境署的官员 是不公平的 那问题就是 一些人兜来兜去 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到 原来人 刚才说了一个经济的问题 我昨晚也跟郭峰谈过 是 香港究竟有没有座产事呢 够不够呢 够不够这个 接生的护士呢 有个接生分裂的护士呢 郭峰我就说有的 过去很多 其实很多的 问题就是 这些大部分 有差不多 一万个万的护士 就已经是 没有参与医院的工作了 离开了 结了婚 看小孩 现在的护士的薪酬呢 就是 座产事那些 有些经验的 我相信 就只有四万元左右 那 郭峰就认为 这个这样的薪酬呢 就无法吸引这些 在家里过着 都比较舒适 安稳的生活的人呢 出来捱坑底夜 做一个比较有些风险的工作 所以 政府是 现在用这个模式 是请不到的 所以 其实是有的 我们写过是有的 但问题就是 香港觉得如何呢 值不值得用多些的钱 特别的待遇 应付这个 迫切的需要呢 前几年 就没有这个问题 浮现之前 香港也没有人肯生孩子 袁大明也要想想 你怎样说服 两夫妇 平均一世人 就生0.9个小孩 0.7 现在再跌了 不是 加上中国的 古人 就变成0.8 这个搞法 香港就绝肿了 这些人 起码生2个生2个 都未能保得到 2个生2.1个 就有些安全位 有些安全位 因为小孩的事情 都养不了 所以就说 你生这么小小孩 就导致香港那些 产科的单位 露山露山露山 那些产科护士 就调去做其他事情 产科医生 又不培训那么多 现在不够人 所以就说 是有这些人手在 但由于经济关系来说 没有办法令到他们出来 暂时应付这个紧急所需 我所知 其实不是一个经济 如果能够拿到4万元的人工 相信很多人都会做事 但这些 其实香港人都不知道 最后 其实香港是outload了他们 很多国家都一向有截身 香港以前有些流产所 但一直被医疗界 将它outload了 所以香港是做不到的 而且现在香港 如果你要做座产事 帮你去折身 或者家里折身 通常他会做 我认识过 很多外国人 外籍人士 英国、澳洲 这些座产事 但如果你通常第一胎 他就不上 因为始终现在高龄的产股 比较多 通常最大的问题 他是在俄国 是有一个 富山科医生做backup 但香港不是很多医生 肯做这件事 在某个程度上 他觉得是一个竞争的对象 即是你抢了我们的生意 大家也知道 是早年的 所谓的wish hunt 那个 烧那些 其实当时 那班是一个 是座产事 是当时的医疗界 来对付这些座产事 说他们是母妻 所以 其实那个问题 不是说 人工高越低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大陆有很多 折衫医生 让他们来帮忙 是吧 现成的 我认识很多大陆 我以前姐夫 那些三名 医疗部门 他说 那些医疗的人 全部都是西医 他自己开会 我从来没试过 跟那么多医生说话 其实个人都是医生 所以 你说医疗的人员 其实不是不交大把 所以这个问题 原来不是这个因素 所以就放大陆 on contract 是吧 特别的arrange 安排就叫他们 香港做 所以这个问题 医疗管局都有考虑过 是请内地的 但问题是 都是有些困难的 如何是平衡资格 等等 都要考虑一套 我想他是在做这些事情 香港 接触楼散业 没有了很久 可能那些人就说 信医院 信医院 在家里生就转无紧有 很久都是 不是近期的事 我想我做医学生的时候 都没有人在家里生 差不多 流产院就说 我毕业做医生 这二十多年以来 慢慢淘汰 但是生子高峰的时候 一年都有七八万个 那时候医院 很多产科护士 慢慢慢慢就跌到 近期的四万多 少少 香港本地的 令到他一路 一路散 那些护士就 掉了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 离开了崗位 离开医院 所以叫都 叫不到出来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 就是 你内地 如果你不肯 基本法 就是 没得搞 但是问题 你都要照顾 起码 你令到香港 本地的产户 都要获得它应有的服务 应得的服务 你很明显 就是说 现在的服务是不够的 那怎么可以在短时间里面 能够提升服务呢 我觉得医院 是有病房的 也是有产房的 现在就没有人 所以就说 怎样能够快些 找一些人 开回多几个单位 令到服务能够正常些 一个单位 通常一年都可以接到 四千个 或者是 甚至以上 四五千个都可以的 如果一个是 救人力的单位 你大概开三个至四个 就可以差不多应付到 额外的二万 当然 就要很多座产士 很多产科护士 很多医生 在后面 那些人手 都要问他 如何找出 好了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人手 我曾经说过 中国人口和香港人口比 简直是没有得说的 你不是说他来 现在来几千 一万 两万 将来五万 十万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路线可以解决得到 即是说 简直不是在铲房 而是在人 但如果我们满足了 譬如将来五万个人 即是多了五万个人 其实那个数字是没完没了的 即是你满足到他的需要 他就越来越多 可能有更多 这个是缺不到 跟你的加价方去有没有分别 是一式一样 这个思路 其实也没有入到问题的根源 那个大问题 就是起码有一个问题 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本地产库很担心 戴着肚子作动 去到那个 公介院 市介院可能都说 对不起没有床 你可以分发没有床 这个是急切解决的 即是去到问题的核心 讲了很多次 没有法校 没有其他的途径 没有选择 一定是法律途径 一定是基本法的途径 你就算是修改 什么入境条例 那些都不是一个办法 但我想请问 去到医院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本地人负有优先 享用这个医疗设施的权利 怎样分呢 是分不了的 譬如我们香港人 是挺难的 譬如你说 我产前的检查 在医院刮了单 报了名 到时都去到医院 但你什么时候进去都不知道 那他也很难 遇到床位 就是说 你大概 在这段时期 有多少人就 due date 那我就空了他 其他人不准游 其实在实行上 是做不到的 我们的小朋友 不懂得守规矩 随时来 随时来 那你哪里 作动见到头发 你不管你是香港人好 内地人好 都一样要为他服务 所以你说 优先给香港的孕妇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他们会当是一个医疗的紧急需要 对不对 那你到时出现的时候 你怎样呢 那当然呢 其实我都想过一下 其实香港和中国是很近的 如果你有些救伤车在那里 他一要来的时候 就立刻上救车车回到那边 不会很久 半个小时左右 都会回到中国大陆 即是在深圳对面 整间产光医院 是绝对服务给你 半个小时里面 我车你回去 那你还想不想来呢 那些尤其是说第二胎那些 生得很快 都很安全 那些都很安全 那些在地区山很安全 所以绝对没什么危险 十字才生到吧 还有香港有一个 就是有种 为何那么多人去医院生呢 一般人有种这样的错觉 我觉得是 因为这个没有方向证实的 那以为在医院生 十分仔安全 是在坐散时在家里生的 那其实呢 在全世界 有坐散时在家里生的服务的地方 坐散时生的十分仔 是安全过在医院生的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那你看回欧洲国家 他们个个都是 那有些人解释 那当然呢 高风险那些呢 就是医院 低风险 就是在家里 那这个是一种解释 那但是 那事实上呢 我们没有任何科学证实呢 是在医院生的十分仔 是有个专科医生 折生的十分仔呢 他那个出生的 所谓叫做 complication 或者那个婴儿妖截律呢 是会比坐散时在家里生 是更安全 是绝对不是 刚刚相反 这件事呢 我可以原则上面同意 袁大明的说法 是 香港人呢 就说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以来 就被洗脑好 被宣传好 被教育好 是 教育都是很依赖医院的 是 你可以问大部分香港人 是没有自己的医生 西医好 袁大明好 是 中医好 他是大部分没有自己的医生 他有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 医院这么好 什么都有 去急症室 是这么漂亮的 急症室搞完 急症室说 你觉得要去哪里复诊 去哪个专科复诊 就复诊 如果不用复诊 如果是需要的 就即时入院 香港人是 只依赖医院 医院服务 很多时候都是工厂式 生孩子都是工厂式 全部都是工厂式 管理就更方便 在一家大的建筑物里面 什么都有 在同一屋权下 什么都有 但是 不是很设合到 人的个别的需要 不够个人化 照顾不到个人的感受 包括他家里的环境等等 所以就说 香港的路 在过去二十多年 是走成这样 亦是导致 我们的医疗开支 一直上升 因为医院都是贵的 只是维持那些东西都很贵 里面很多仪器 很多专门人才 也是很贵 反之 如果把我们医疗的战线 移到社区 其实在疾病预防 提升健康 做多些功夫 是可以挡住那些人去医院的 令人更加满意自己的健康 不用病才医 所以就说 这个可能是解决 香港医疗或者卫生 或者健康问题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上次 我们开波的时候 我们都说 我们希望用一个 香港健康大行道 一向讲的四步曲 我们讨论什么问题都好 首先我们清晰地了解 到底我们在讲什么问题 我们发现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那些所谓问题 其实是一个问题的现象 来的 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 来的 在医疗方面 很多方面 我们都看到这个现象 在教育方面的处理 我都是永远看到 一个问题的表证 和现象 但是 那个问题的真正 那个重心在哪里 我们常常都疏忽了 上一次 我们都讨论了很多 我用不同的角度 我们看看现在的医疗 我们讲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曾经讨论过 你作为一个传染科医生 当然传染科 在一百年前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人 病都是传染病多的 但今时今日 传染病只一般文明人的病 大概是百分之八十 不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八十是慢性病 即是你看到 那个传染病的问题 其实已经解决了 我也提出 其实英国八明汉医院 一个social medicine 一位教授 Thomas McGoon 他说过 其实我们这类的问题解决 主要不是因为医疗的特效 又出现了 主要是我们的公众卫生 污水 然后那个 关键水的分隔 我们的生活环境 工作环境 工作时间 改善 和营养的改善 是导致这方面的问题 改善了 我也讨论过 到底是否医生的人数 我们都看到 不同国家有不同医生的人数 但是始终最终最终 比如好像香港来说 我们都已经刻意 把医生的人数 是强压来压低它 你看我们以前医学院里面 两间医学院 初生有成120个 150个学生因缘 最后一直来削减它 所以大家都看到 如果你认为 这个医生的人数 是一个因素 我们很明显 我们过去医学界 都不想在这方面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也看到 其实很多国家 比如在欧洲 有些国家 医生病的比例 其实很高 其实都不觉得这个问题 解决了 就是医疗问题解决了 所以最终最终 我都未曾说到 到底我们现在谈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不是不够钱 我都看到 钱亦都可以不够 钱不是单 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因为钱永远都不够 没错 而是有很多国家 用得多 我们几倍 问题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看到 好了 我们走回到第一步 到底我们现在讲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即是现时香港的医疗问题 到底是在讲什么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清晰一点 一句说出来 我想是刚才 盧医生所说 其实是太依赖 我想大部分的市民 都太依赖 医生 太依赖医生 自己没有肩负责任 去保障自己的健康 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是其中一个现象 我都可以这么说 这个现象要 我觉得 我经常很强调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性的 如果我们定了这个问题的定位 其实是全世界性 我们说这个问题的定义 其实全世界都对 我会看这个问题 即是说 我们现时 以西医为主导 很多香港不了解的 西医 其实在西方的医疗里面 是有很多其他医疗的 是一个对抗性医疗 为主导 好听点就是主导 不好听点就是壟断 我们是不能够为香港人 提供一个有效和合乎 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问题 现时的处理问题 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 亦都可以看得更加阔一点 即不是说治疗的模式 即是香港人以为扔了钱 香港政府的预算 每年三百亿多些 就全部 九成 扔了在医管局 医管局就是一些补救性的治疗 没有什么预防治疗 扔在卫生署就三十亿 即是一对九 九成是治疗 一成是预防 一成是预防 这个理念已经是很不平衡 但同时以为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是 社会上的健康 卫生 其实就不仅是医生 或者西医 或者中医 或者其他医疗疗法的人 是可以搞得到 社会的健康卫生问题 应该是退得更加后 或者退得更加上游 那里想的 我们要想一些 导致不健康的因素 刚才袁南明都说了 我们的房屋 我们的量食 那些就在上一个世纪 有些程度可以解决了 但是也有新的问题出现 我们的污染 我们的食物的污染 生活习惯不良 吸烟 缺乏运动 吃完垃圾食物 越来越肥 这些也是 其他环境的因素 空气的污染等等 压力 压力 那些辐射的污染 等等 完全可以导致人不健康 那如果你说这些传盘 令到整个 这个课题 令到整个社会 所有的成员 更加健康的话 你经常搞治疗 模式是没有用的 其他那些东西 你都要搞的 所以那时候 政府委任我去做策法会 那时候 我就会对他说 你想我来 都是讲一下 如何搞好社会健康 你又要宏观 策略上的东西 那我就说 你可不可以 在每一个政策层面 你不理你 不像医疗的政策 其他所有房屋 福利 交通 甚至经济政策 上面 你都加入健康的考虑 那政府就不明白我说什么 哦 那问题就是 可能 遲些 我们用这些节目 用不同的媒介 推一推 就是说 我们全方位 全面看 什么因素 导致香港人不健康 这些因素 是怎么可以清除 我们不要只是想 医生 我们不要相信那么多医生 可以这么说 我虽然是自己的医生 不要相信那么多医生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 都是最后的事情 你病了 你生癌症了 你才找他帮他割 这个是多不理想 多不满意的事情 所以在其他方位 其他方位 我们完全都要想 健康的事情 尽量给少些生意医生 给少些事情他们做 那社会其实呢 就可能更加不可能 那我们首先呢 他经常说 其实这些是有很多的现象 就是很多周围的现象 但是中心的问题呢 你会说 为什么我们不在健康多些说呢 那问题上你也说出来 我们现时的医疗架构 以对抗性医疗 以药厂科技医疗为主 它们主要是中心在治疗 对不对 而一般人的有个错觉呢 都认为呢 有什么事 我们的科技医疗搞定你 所以也有一个原因 导致我们的人 不去走另一条路 知道吗 虽然我们知道 每人都说 每人都会说 但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 因为我们现时 以西医对抗性医疗 主流为主流的医疗 是不能够为香港人 提供一种有效 和合乎经济效率的医疗服务 我这个一个简单的定义 我觉得全世界你都可以这样说 亦都可以这样说 你最终最终都走回这里 但我们只要说 如果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大家同不同意这个问题 这个是 现在西医是为主流的 可以说是某种情况 壟断到医疗 这个服务是这样的 这个现象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个可以看到是 是不cost effective 大家知道 所以多钱都不够 是吧 总体的现象是 那些人又要多病 是吧 就是他是不是 就是不effective 因为没有效 是吧 我这个问题的重心就是 现时以西医为主导的医疗 那个体系里面 是不能够为香港人 提供一种有效 和合乎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 也都是 若干程度 我都是同意你的说法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 它的利益所在 哪里利益大呢 那些资源就推到哪里 这个我们起因了 这个下一步 下一步 你只是说西医来说 也有很多不同的病处理 现在就说 一些发达国家 用很多研究 是把他们的 所谓那个 lifestyle 的治疗 脱头发 那些都做很多事情 但反而非洲那些病 药质 很多病 根本没有人愿意 扔钱去研究 因为那些没有利益 那些人买不起那些药 所以就说 没有利益的东西 就没有人做 有利益的东西 就一窩蜂地去做 那么这个所谓 世界来 处理世界人的健康问题 是很不平衡的 没有利益的东西 就不做 这个现象 都是因为我们 现时是以西医为主导的医疗系统 你所有归纳的现象 最终最终 都是这里开始 因为我们的重心在这里 西医的主流 西医的性质 是用药物 由经济的推动 药厂的利益 那这个是那个 core 那个问题的中心 所以我说 我们现在的问题 我经常说 定义 我这个问题就是 在现时 以西医为主导 或者为主流的医疗系统 是不能够 为香港人提供一种 有效 和合乎 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 这个就是我认为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香港 比起美国来说 已经是 比较是 偏向 就是说 社会主义的模式 由 就是政府 做分配 那些医疗资源 当然 袁大明的角度 就是说 西医垄断的体制 是的 分配了西医的那些 但是 变成了 商业的影响 都是比较少 香港这一年 就用 大约1200美元 一个人均的医疗 但是美国就用5700美元 就是 美国为什么这么离谱呢 原因就是 那个 全部是一个商业化的医疗 一个私营化的医疗 没有政府任何很大介入的规管的控制 所以导致是这样的 所以 花了很多钱之后 效果 可能 问题比香港还要严重 是 相反的 去一些更加穷 一些 大陆以前的赤角医生年代 是用很多传统的医疗 草药的医疗 药的医疗 药的程度是医到人的 照顾到人的健康 也是便宜到在山窄的草 差不多不用本 用柴火来煮一下它 那这些就是一个模式 古巴 我们上次说过 亦都有用另类的疗法 各种方法照顾人的健康 就地取材等等 这个也是可以一个模式的 但问题是 那些窄山的草出来做疗法 就没有利益可言 没有利益可言 就没有人做了 好了 这是下一步 但是我最终 你说 香港是一个 美国一个私营机构 比香港更厉害 香港一半 一半先一半 欧洲社会主导多很多 但是最终最终 那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它都是西伊为主导 是吧 这个问题 就是你走到最后最后 第二次有机会 要跟人们说 为什么可以打破西伊为主导 你都一定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这个步骤就是这样 第一 我们先定下我们的问题 大家同不同意 这个是一个基础问题 你说到外面 我都是用回这个去解释 总之我们现时 以一个西伊为主导的医疗制度之下 是不能够为香港人 为全世界各地的人 提供一种有效 和合乎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 大家同不同意这个定义 这个是我们的定位 我不是完全同意 没有效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是不够全面 也没有从健康的基础 照顾起的 这个我得承认 我做西伊我都要承认 所以就说 一定都有些效的 当然 没有效的 当然 你有足够 有足够 所以我看到 cost effective cost effective 就是你有效得来 当然 我们是有足够的能力 将一个人 帮他 然后封住吸氧气 帮他来到 吊住他帮他洗腎 帮他维持他的心跳 是可以足够可以 令到他可以 不死都可以 但这个不是一个cost effective 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制度 用萧庆倫的字 allocative efficiency 分配上 190元 如何分配 去最有效率 那里 未能做得到 那为什么未做得到 总之 我们的现象就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一个现象 以西伊为主导的医疗制度之下 是未能够为市民提供一种有效 就是 为什么说他没有效率 因为始终病是越来越多 你说有效 那些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病 还有 是有及乎经济效益 你可以用一百万元每个月来钓一个人 让他不用死 对 我有这样的科技 但这个不是一个cost effective 不是一个efficient 我认为 始终 你讲到 当然这个很简单的一句 一个savement 但其实 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从这里开始 你任何国家 什么制度都好 社会主义也好 一个private enterprise 好像美国那样 或者香港是一个 两个阶层的公司 一切都有 但最终最终 那个重心 都是用这句 一个简单的定义 可以看得出来 下一个宣问 你再一个星期 再一个星期之后 他 萧兴伦 为什么令到杨永强 所有的全香港医生都不高兴呢 就是他说的 和你的话 是有点接近的 哈哈 哈哈 然后萧兴伦 然后萧兴伦 不是医生 他不是医生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 他说 这条改革 为谁而改 为何而改 里面就有 相当是非医生的角度 这是所谓一部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大家同意 这是一个问题的重心 如果你说 其实到头到头 我都可以解释到 这一句都可以解释 这一句都可以解释 始终我们的重心 都是西医为主导 西医为主导 有它的特性 它的重心是医病 预防来说 没有什么工具 也没有什么健康的定义 这是大家知道 但是重心简单 一句都说了 就是我昨天所说 现时 以西医为主导 医疗的制度之下 是未能为香港人 提出一个有效 和合乎经济效益的医疗方法 为何呢 为何说经济 因为越来越多钱都未够 为何无效 越来越多 慢性病人长期病患 越来越多 这是这么简单的现象 香港医疗的特色是什么 以西医为主导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三个例子 就是解释了我们的问题 的重心在哪 好了 接着由这个重心 我们来看看 为何这个现象出现 为何这个现象出现 有没有机会 破解这个现象 没错 接着我们了解现象的因由 接着我们知道 解决方案的方向 应该怎么做 最后我们有什么 简洁的方法 解决了它 希望大家继续 跟我们收听 我们一起抛议 下个礼拜 一定要播放啊 袁大明 两个礼拜之后 下星期是暂停的 我们会休息一次 我们再继续讨论 如何解决香港医疗问题的困境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